朋友们,如果不是亲眼所见,万万不敢相信这里就是广州市著名的步行街上下酒啊。 现在这个时间是下午六点,如果是在以前的这个时间段里,早就人山人海了。 但是目前这种状况,如果不是亲眼所见,真的不敢相信这里就是上下酒。 很多人都以为疫情过去之后就会百家争鸣,百发其放,但现实非常之残酷。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百叶凋零,大量的商铺一片连一片的倒闭,本来有些当铺在疫情期间还经营的好好的。 疫情结束之后,却接二连三的相继倒闭,就算开座的商铺行街, 就几个匆匆而过的市民。 朋友们,这一现象太过诡异了,你们觉得呢?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有人说,广州已经有几百万人逃离了。 难道这是真的吗? 朋友们,今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 再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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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